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明天的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來請教氣象主播老外 老外請說 好 大家好 晚安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 原始氣象在您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北部的觀眾朋友 在今天應該都有感受到 就是溫度又比昨天涼了一點 而就這幾天的天氣來看 北部地區真的很像在洗傘溫暖 忽冷忽熱 也時情時雨 而過了今晚 明天又是兩天的週末假日 天氣會不會穩定一些 我們就趕緊的先從衛星雲圖 一起來看看未來的天氣變化 從衛星圖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我們附近的雲量算是偏多的 也表示水氣很足 也因此當這些華南雲雨區 一路的時候 降雨的情形就會明顯一些 而明天主要的降雨的雨區 還是以北部地區還有伊蘭地區為主 其次是在我們 綁扎阿美族人居多的花蓮 另外在山區的部分 明天降雨的狀況 也會比平地地區來得明顯 接著我們往南邊地區來看 可以看到在這裡是有一股發展 比較旺盛的雲系 雖然就目前這一股雲系移動的方向來看 在它冬移的過程裡面 這個當中的雨會下在我們南方的海面上 但是如果當這一股雲系向北抬升的話 南部地區就會有較大雨勢的情形 特別是在我們的恆春半島 所以明後兩天提醒在我們的恆春地區的民眾 以及有計劃來到這裡玩的朋友們 要隨時注意天氣上的變化了 而關心完了天氣上的變化 注意溫度上的呈現又是如何 我們再從現在這樣的地面 天氣圖一起來看看 北部地區涼爽的天氣 耐得住這種溫度的朋友 在戶外活動的話 還是有不少人會穿著短袖出門 不過今天的溫度 似乎也讓很多人想賴在這個被窩裡 不想出門 而不得不說 今天的溫度真的又比昨天低一些 像今天台灣本島平地地區的最低溫 是落在了新北市的石門的富貴角 在清晨的時候 最低溫是降到了15.1度 而溫度會下降 主要的原因就是 目前這個冷空氣在靠近我們 而且越來越近了 不過過了今晚之後 也就是明天 白天開始 冷空氣就會出海 強度會減落 隨著而來的 就是這個溫度會稍稍的回升一些 可以看到 我們就處在一個封面 新一道封面的前緣 所以就明天來說 北部地區 平地地區的這個溫度 明天白天的最高溫 可以來到27度 算是比較舒服的 但是還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早晚的時候溫度都偏涼 當然山區部落的感受上 會更冷一些 而在海面上 也因為這個明天東北風減弱的關係 海面上的風向會轉為吹東風 而海面上的風浪也會跟著在轉小 預估近海最高的浪高 都會降到一公尺 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奇效 首先來到亞美大沃住人的藍雨 溫度是落在22到28度之間 有短暫正雨的情形 台東的南回地區最低溫 降到16度 高溫是來到了30度 台東市區埃及延平地區 最低溫17度 高溫有28度多運的天氣 而台東的中古地區 最低溫11度 高溫有27度 台東的海岸線 最低溫降到20度 高溫是來到28度 花蓮的南區 高海盤的珠西 最低溫是降到8度 高溫是來到28度 花蓮東區域 最低溫13度 高溫有27度 花蓮市區 最低溫降到18度 高溫是來到27度多運的天氣 而在秀林跟星辰 最低溫16度 高溫來到26度 來到宜蘭的大同跟南澳 最低溫降到15度 高溫是來到27度 有短暫正雨的情形 來到盧蓋 白萬族人居住的屏東 四字米丹跟滿洲 最低溫18度高溫 來到32度 泰武來一春日 最低溫18度高溫 有31度 而在雾台 三地門跟馬甲 最低溫15度高溫 衝到了33度 高手的三個原鄉地區 最低溫10度 高溫有31度 而在嘉義的阿里山 最低溫9度高溫 是來到28度 日夜間的溫差 非常的大 南澳的人愛與池水裡還有新衣 最低溫降到10度 高溫是來到26度 而在台中的和平地區 最低溫15度高溫 有27度多雲的天氣 苗栗的南庄 石潭跟台南最低溫16度高溫 來到27度 新竹的關係兼15風 最低溫12度 高溫來到24度 回到北部地區 無奈根復興 最低溫降到14度 高溫是有26度 注意短暫震雨的情形 好的 兩天的週末假日 有安排計劃外出旅遊的朋友 天氣上的資訊 為您整理一下 先來看到的是星期六 因為冷空氣出海 強度會減落 風向也會轉為吹東風 所以各地的溫度 都會略微地回升 但同時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短暫雨的情形 而到了星期天 受到新一波 封面通過的影響 北部地區降雨的機會 又會增加 同時溫度也會跟著降 然而雨區 也會往南邊來擴散 以上幾個天氣上的變化 請我們的觀眾朋友 就要多加注意了 畢竟最近的天氣變化的速度 非常的快 一定要多加留意 最新的氣象資訊 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氣象預報 祝您一切 世心平安